法国疫情持续好转 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连续多日下降 尽管5月11日才是全国解封的日期 但位于法国北部的丰田汽车工厂已在关闭5周后正式恢复生产 另外两家汽车大厂标志雪铁龙和雷诺也正在酝酿重启生产 以封锁长达7周的意大利也于周二表示 将从5月初开始放松部分封闭措施 总理孔蒂同时宣布将公布一项新的5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 目前意大利已有18万4千人确诊 死亡近2万5千人 英国政府周二在向帝国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注资共4250万英镑 用于研发疫苗 其中牛津大学的疫苗将于本周四开始人体临床试验 截至4月22日英国的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3万人 死亡超过1万7千人 而英国统计局的最新估算因大量医院外死亡患者未纳入现有数据 实际死亡人数或将高出40% 处于封闭状态的俄罗斯依然接到冷清 预计未来2到3周内俄罗斯将迎来疫情拐点 周二俄罗斯新增5642例确诊病例 共有5万2千人确诊 土耳其总统爱尔段21日表示 疫情曲线已开始平缓 当局的目标是在5月底恢复正常 从周四开始 土耳其31个城市将再次进入阶段性封闭状态 为期4天 目前土耳其累计确诊病例已逼近10万 新加坡的确诊人数在过去两周呈现激增趋势 总理李显龙周二宣布将原定的5月4日结束部分封闭措施 再延长4周至6月1日 继续关闭大部分工作场所和学校 新加坡当天新增超过1100个确诊病例 累计感染人数超过9万人 新唐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新加坡当天新增超过1月4日 旧地位在后面产疑随时 新增超过1月4日 增超过地方 新增超过1月3日